你们天天吵着要的便宜的三星 今天拿来的 1199块钱的三星NOTUS 只此一台 至于为什么会这么便宜 大家往后看 这是一台国外版本的机器 目前的话 它是刷了一个国航系统的 也就是跟国内的系统一样 直接插卡就可以使用了 没有任何区别 只不过它只能支持一个单卡 手机的话是一个全网通的版本 内存的话是12加256G的内存 这台机器的话 它是一个6.3英寸的OED曲面屏 三星的 它不是60加2K的屏幕 它是一个1080p的屏幕 但是三星的屏幕 虽然是1080p的 但是整个色彩 还原度以及细腻程度 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我用这个拍摄视频的 给大家看一下 整体现场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真的是这块屏幕 真的非常优秀 有没有看到 真的是还原度非常不错 特别细腻的感觉 三星就是三星龙头老大 这台机器为什么会这么便宜 我给大家说一下 它是有一个小瑕疵的 瑕疵在这里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个小漏叶 这里角落 这里有个小漏叶 除了这个漏叶的话 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其他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就这个漏叶角落点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 毕竟这个是在冰角嘛 对不对 你看这基本上就无视了 日常使用的话 没什么感觉 一块非常优秀的屏幕 你必须配上一个非常优秀的外翻 它是支持一个 杜比全景深的 双扬声器的 是由AKG来调音的 整体使用的话 可能视频中展现不太出来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有想体验的话 直接去线下 机器的话 个人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这么一个价格千元机的标准吧 但是它这块屏幕 可能你是收货化的话 就要一千多块钱了 三星的品是特别贵的 这一点大家不用去怀疑 如果你想反驳这台机器的屏幕 只有1080P不够细腻的话 你可以去线下体验一下 你就知道这台屏幕1080P的 它不比别的2K平常 经典的Note系列的手写笔 在我手里面就是一个飞物 在会玩的人手里面 这个笔的作用 我跟你说 它发挥的作用特别大了 有人专门就为了这个作用 为了这个手写笔 去购买这台手机 因为它使用产景需求 我就不行了 我又不会绘画 又不会使用这个 所以说这个笔就是一个摆设了 机器的话 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再用个两三年也没什么压力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它一个1200万的拍摄效果的话 个人觉得 当作主力进行来拍摄的话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么一台机器 有使用过的小伙伴 觉得怎么样可以评论一下 再见 再见 再见